各位观众朋友们大早 那么今天这道视频呢 咱们来聊聊大家最近颇为瞩目 关注的腾式J9GT这一台车的智能坐舱表现 那么其实呢聊这一台车在车内坐舱的部分呢 智能化这块呢 我觉得不需要太多的着重的去提 毕竟呢我们去看比亚迪各个级别车型的 那么那些车呢在同期当中 它的竞争力都是非常有优势 特别是在智能体验这块 不管是在大屏的互联体验啊 还是云指令控制啊 这一部分的表现大家都是非常熟悉 那尤其呢是在腾式J9GT这一块呢 尤其呢它是搭载的最新版本的D-Link 所以呢你会感觉到这些体验呢 都是非常的棒 那么并且呢作为一个强调于高端化的产品呢 你会看到呢 在副驾这一块呢 也有一个单独的副驾屏 所以呢看看视频啊 还有玩玩其他功能呢都是蛮方便的 并且呢你也可以在里面呢 去享用这个KTV的功能 所以呢娱乐化这一块呢 我觉得没有太多可以去强调的 但是呢相比起这类价格 以及这类的产品来讲呢 我认为呢 车机的智能体验这一块呢 你会看到呢 它的动画的表演 它的动画的演示呢 它的反应真的是非常快 你不管如果去游泪这个动画呢 你看啊没有任何卡顿 而且呢这个动画它所呈现出来的 像素以及画面的细腻程度 都是非常棒 那么作为一个桌面级的车机系统 你也当然可以在桌面直接通过这个动画呢 去打开这台车的车门尾门 以及车窗尾翼等等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其他的娱乐化功能 你会看到呢 它里面的功能也是非常多的 例如现在车迷朋友都比较喜欢的这个 巅峰奇数 也可以直接在应用商店直接就下载了 那么像大家都比较常用的 微信芒果TV 哔哩哔哩哩 都可以在这个应用商店直接下载 所以呢这一台车 它可以给到你的应用的丰富程度 是比较多的 而且呢在这些互联体验都不用讲 都是非常的齐全的 当然了我觉得这一台车的重点呢 是在做工用量以及配置这一块 配置呢有几个配置让我的印象呢 是非常深刻 就是这个D瓦雷的扬声塔 那么腾式品牌所采用的音响都是D瓦雷 它的音质以及那种音场感 表现真的是非常的细腻以及高级 那么如今呢有了这个扬声塔 当你要点击这个音乐开始播放的时候呢 扬声塔缓缓的升起 再配合上这个氛围灯 真的是很有感觉 那么同时呢这一台车也是 目前同业来讲 首个搭载双冰箱 就是前排这个中央扶手呢 是一个冰箱冷暖箱 有四升的容积 那么在后排中央扶手呢 则是有一个十升的冰箱 能够放下这个香槟啊 以及非常多的这个饮料瓶 都是可以的 这点来讲呢非常符合它的身份 那么其实呢 你会看到呢这一台车它的皮质的面料 真的是非常的细腻油软 并且呢像门板的木板都是实木的 所以呢这一台车不管是配置啊 还有造工用料啊 以及它的智能化的表现都是非常棒的 那是因为很细腻油软了 像它软我们的颜色 转薄油软的摩擦手 后应该也有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